為了迎接萬聖節 各大餐廳也發揮了創意祭出所謂的鬼點子 披薩業者呢 就推出所謂的暗黑系美食 甚至還有店家主打是聽起來很可怕的披薩 顧名思義是什麼 他透過了科技 還真的讓披薩可以說鬼故事 特調肉醬烤麵散發香氣 也散發詭譎氛圍 好幾顆大眼睛 盯得你含毛直立 即將迎接萬聖節 餐廳又來搞鬼玩創意 香甜蛋糕 點綴奶油 葡萄柚慕斯 也成了血淋淋的腦漿布朗尼 萬聖大餐超有feel 挑戰視覺尺度 布朗尼本身的話 我們切開會有熔岩的一個效果 那搭配上面的慕斯 那切開來之後會有一點像腦漿流出來的感覺 就是要你嚇破膽 400度烘烤的披薩 改用墨魚汁取代番茄醬 同樣建議單小者滲入 而披薩店怎能少了披薩 還有這道墨魚披薩是濃濃暗黑氛圍 至於另一家連鎖披薩店的披薩很有靈魂 仔細看上面有十隻長粉阿飄 鬼點子最多的連鎖披薩店 怎麼會錯過玩食物的機會 一顆顆叉燒長粉幽靈都有不同表情 去骨煙燻鳳爪則還原驚悚的斷手造型 不只看起來 聞起來 吃起來可怕 連聽起來都很可怕 因為掃一掃QR code 披薩會說鬼故事給你聽 店裡就時常接到故事的林先生 打來叫外送的電話 前輩剛說完這個故事 電話就突然響了 今年餐廳的驚嚇指數都在升級 港式點心專門店也推木乃伊芝麻包 另外早午餐店有尖叫番茄漢堡 就要讓你每一口都吃得心驚膽戰 好膽就來挑戰 記者何仁凱琳有志在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到處都是西 讀巨鳳爺 陳蚻子 前輩子 發生索 我們到處了 启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